石油这种深褐色的粘稠液体 绝对可以算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天然能源了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 但凡是拥有了石油的国家 那都是大富特富巨富物异 要不然中文里怎么能有个成语叫负的流油呢 感觉您要是没点闲散资金 出去赞助几个恐怖组织 拿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个是个产油果 但其实呢 这全世界已知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 既不是全世界逊尼派恐怖分子的精神圣地沙特阿拉伯 也不是四十年如一日坚持输出革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而是位于南美的委内瑞兰 没错 就是那个人均经济产值不到2000美元的国家 就是那个前两年通货膨胀 已度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万的国家 就是那个据说近十年里 已经有超过六分之一的国民 润到国外去谋生的国家 那这么一个坐在黑色黄金上的国家 怎么就成了为在破产边缘上 反复试探的主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调调这委内瑞拉的历史 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其中 委内瑞拉的名字来自于意大利航海家 亚美利格韦斯普奇 就是被用来给美洲命名的那位 他第一次来到委内瑞拉的时候 看见了当地原住民在湖边修建的高角屋 这样他想到了老家隔壁的水城威尼斯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小威尼斯 英语成汉语就是委内瑞拉 1522年 西班牙人在今天委内瑞拉的库马纳 建立起了欧洲人在南美大陆上的 第一个定居点 今天属于委内瑞拉的一片土地 很快也就成为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一部分 后来拉美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 委内瑞拉也跟着操了会热闹 1811年7月5号 西属委内瑞拉总督区的10个省力 有7个共同发表独立宣言 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 只是也不知道是因为委内瑞拉人不会看皇帝 还是西班牙的前程感动了上帝 就在委内瑞拉宣布独立的第二年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就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 委内瑞拉是内有天灾 外有敌兵 身边还爆发了奴隶起义 所以只好选择重新回归祖国的回报 然后一直等到了1819年 委内瑞拉着才在著名的拉美独立运动领导人 解放者西蒙波利瓦尔的带领县 作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从西班牙独立 并且在两年之后获得了西班牙的正式承认 波利瓦尔建立的这个哥伦比亚共和国 为了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做个区分 也被称为是大哥伦比亚 后来等到波利瓦尔去世 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哥伦比亚 也就在1831年解体 变成了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三个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 这三个国家的国旗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各自在国际上加了点装饰 委内瑞拉在彻底独立之后 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 甚至是内战 一位接一位的独裁者 在政变中崛起 又在政变中消亡 1957年 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 也是委内瑞拉历史上 最后一位军政府的统治者 黑雷斯·西门尼斯 他玩了个话 西门尼斯在1957年年底 突然宣布 他要取消第二年的总统选举 把大选改成 是否支持县总统连任的公民投票 可能是缺乏等额选举 也是选举的民主意识 委内瑞拉的老百姓 开始上街散步 一开始还只是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后来干脆发展到空军飞行员 开着飞机去轰炸政府大楼 面对这么激烈的群众上访 西门尼斯也只好放弃了 为委内瑞拉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打算 赶紧收拾戏板 辞职逃亡 然后在1958年年底的总统选举中 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 罗姆罗·贝坦克尔特 迎向了选举 这也成为了之后 委内瑞拉40年民主时代的开始 直到他的出现 1998年政治犯出身的前陆军中校 乌克·查维斯 当选新一届的委内瑞拉总统 委内瑞拉的历史 也就进入了新的一章 这位查维斯总统 他毕业于堪称是 委内瑞拉独裁者摇篮的 委内瑞拉军事学院 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 佩雷斯·西门尼斯 就是查维斯的前辈校友 查维斯从委内瑞拉军事学院 毕业以后 又到加拉加斯的波里瓦尔大学 进修了几个学期的政治学 这也成为了 他思想向左转的开始 查维斯正式开始 他的军人生涯之后 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作为山地步兵营的排长 去参加镇压 委内瑞拉红旗党的游击队 这个红旗党 是委内瑞拉的一个极左派政党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 他们信奉的是 所谓的霍查主义 就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 恩威尔霍查的那个霍查主义 所以对于自称自己 是一个波里瓦尔主义者的 左派信徒查维斯来说 镇压火查主义游击队 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一将比异教更可恨的是异端 有了镇压红旗党的军功 查维斯在委内瑞拉军界 也是顺利升迁 不光是当上了 庄稼营的中校营长 还会母校兼职了个老师 后来他还当上了 委内瑞拉军事学院的 体育系主任 这个职位虽然跟什么校长 政治部主任之类的职位 没法相比 但那也是个拉帮结盘 培养私人势力的好机会 1983年 这一年是南美解放者 西蒙波里瓦尔诞辰200周年 所以查维斯就打着 实现波里瓦尔未尽的 革命事业的旗号 组织了一个左翼政治团体 革命波里瓦尔运动200 不过今天委内瑞拉的 革命波里瓦尔运动200 并不是一个建制派 而是一个反对的 是由那些反对查维斯接班人马杜罗的 原革命波里瓦尔运动200的成员所组成的 在查维斯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候 委内瑞拉也正处在一个 升级勃勃万物净发的时代 1922年 英国的翘爬公司 首先在委内瑞拉发现了石油 很快 委内瑞拉就成为了全球重要的石油出口口 石油出口的收入 也成为了委内瑞拉新的经济支柱 这个原本只能出口点咖啡豆的农业国 瞬间就土豪了起来 所以在二战劫复之后 其实是委内瑞拉首先提议 然后联合了伊朗 邀请了伊拉克 科威特和沙特 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 后来等到委内瑞拉实现了民主化之后 特别是在1976年 委内瑞拉政府成立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对石油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革之后 底层的委内瑞拉民众 也开始能够从石油收入中获得好处 委内瑞拉迅速成为了 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 没有质疑 但是很快 事情就起了变化 1980年 欧佩克的两个重要成员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 爆发了两一战争 直接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于是科娃政府也是纷纷另外想着 有钱的去买天然气 有技术的去发展核能 实在没钱没技术的 还可以烧煤吗 再加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跟苏联 先后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 发现了大型油田 对于进口石油的依赖 也是被极大的还钱 所以国际油价就开始一路下地 这时候沙特就提了个建议 呼吁欧佩克的成员国 大家一块商量一个生产限额 然后一块减产来稳定油田 问题是这有钱不赚王八蛋 凭什么你沙特红口白牙的说要减产 大家就都得跟着减产 少赚的钱你赔啊 所以其他产油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建议 也都是表面上没问题 背地里心不齐 这一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委内瑞拉 所以沙特就直接上了招狠的 从1985年开始 沙特向国际市场投放了大量的廉价石油 国际原油价格迅速就跌到了10美元以前 然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就崩了 虽然委内瑞拉拥有世界第一的以探明石油主量 但是跟海湾国家相比 委内瑞拉的石油埋藏更深 含流量也更高 所以就需要更高的开采技术和更多的开采成本 所以沙特敢打这个价格战 因为它的石油开采成本 只有不到委内瑞拉的五分之一 而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对于国际油价 那就相当敏感了 油价稍微往下跌一点 委内瑞拉就赚不着钱了 然后趁着委内瑞拉因为国际油价的暴跌 而陷入经济危机的这个机会 查维斯在1992年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兵 政兵失败以后 查维斯并没有选择在法庭上 向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 然后往到监狱里去写回忆录 查维斯直接向政府自首 然后电视认罪 公开呼吁首都以外的支持者们 放下武器向政府军投降 虽然方式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经过这次政变 查维斯成为了委内瑞拉全国知名的政治兵性 越来越多饱受经济危机苦难的 委内瑞拉民众都开始觉得查维斯是伟大的委内瑞拉人 是领导者 是先知 是战士 是人民最后的希望 是委内瑞拉自由意志的闪亮行政 1994年查维斯被委内瑞拉政府特赦 然后他出狱之后就召集救部 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党派 叫做第五共和国运动 为什么叫第五共和国运动呢 那是因为当时的委内瑞拉是第四共和国 然后在1998年查维斯第一次参加委内瑞拉总统大选 一战成功成为了委内瑞拉的新总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左派同事者 查维斯估计是看不上 让每个委内瑞拉人都买得起私人轿车这种承诺 这格局太小了 他要一步到位 直接当上人民的英雄和国家的就绪 所以查维斯上台以后 直接宣布了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 教育免费 医疗免费 住房免费 汽油免费 而且查维斯政府还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物资 用来压低国内的物件 用查维斯政府自己的宣传口号来说就是 有了查维斯就什么都有了 没有查维斯什么也都没有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那都是要花钱的 这钱从哪来啊 当然是买石油 其实早在1976年的时候 当时的委内瑞拉政府就已经对石油行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革 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垄断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 当然在经历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 委内瑞拉政府修改法律 开始允许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进入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 但是必须要跟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合作 这样的外国的石油公司可以开采委内瑞拉的石油赚钱 而委内瑞拉也能够获得外国现金的技术和设备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了 委内瑞拉的石油基本上都是含流量很高的重制油和超重制油 需要更先进的开采技术和更高级的炼油设备 这本来是件互惠互利的好事 但是到了查维斯这儿 他不乐意了 他又是加税又是签送统令 终于把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外资给清零了 而且委内瑞拉石油自古以来最大的买价就是美国 但是查维斯上台以后为了意识形态跟美国彻底翻脸 就算顾客不是上帝 能也不能拿顾客当仇人啊 这生意还怎么做 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也就只好绕过半个地球 到亚洲来寻找新卖主 别的不说 光是这运输成本那一下就翻了好几番 还有就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它本来是一家独立的企业 只不过是大股东 是委内瑞拉政府而已 但是查维斯他直接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变成了委内瑞拉能源和石油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然后明目张胆地往里面安插自己的亲信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员工们不干了 2003年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员工们 发起了一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大罢工 要求查维斯下来 尽管查维斯最终镇压了这次罢工 但是因为很多技术熟练的石油工人和技术人员 或主动或配动地离开了委内瑞拉 所以对于委内瑞拉的石油行业 这仍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不过虽然查维斯比崇祯爷还要勤劲 但人家运气好 21世纪初 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 国际原油市场的需求和价格都是一路高涨 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不仅能够给查维斯付学费 还足够给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发福利 甚至在2013年 委内瑞拉还被评认为全世界幸福度最高的国家 没有人意识到委内瑞拉已经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当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 作为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大国 荷兰从天然气出口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这些收入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福利 增加了国民的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也抬高了荷兰顿的汇率 这些都使得荷兰工业产品的国际经营力 下降导致制造业工人失业 给社会保障体系 甚至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而这些压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 荷兰对于天然气出口的依赖 荷兰的社会稳定 就这样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天然气价格 绑定到了一起 天然气涨价万事大吉 天然气降价万事皆休 所以后来经济学家就给这种 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 能源出口价格的情况起了个名次 叫荷兰病 很显然查维斯统治下的委内约拉 得的就是好 只不过荷兰自己在1994年通过法令 强行限制员工辞职和企业裁员 成功的坚持到了天然气价格回落 荷兰制造业复苏 算是自己康复的荷兰病患者 所以为了避免得下荷兰病 很多和委内约拉一样 在20世纪初的石油价格上涨中 获利的国家 像是沙特 挪威 卡塔尔等等 他们都选择拿出来一部分石油收入 设立主权基金 在全世界到处投资 分摊风险 然而查维斯并没有这样做 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及时行乐地 用在他的领袖崇拜和全民福利上 只是说避免荷兰病最根本的方法 那还得是维持和扩大国内的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降低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 比如海湾的那些产油国 纷纷开始发展旅游业和金融业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在这一点上 委内约拉和其他产油国相比 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委内约拉占据了负数的奥里诺科品院 那里土地 肥沃 气候 水 在石油被发现之前 委内约拉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就是咖啡 除了咖啡之外 像是玉米 甘蔗 大米 香蕉 这些都是委内约拉盛产的农业产品 而且即便是卖资源 除了石油之外 委内约拉的金矿 铁矿 铝矿 还有钻石矿也都规模不下 但是查韦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国家经济 为了更简单地塑造自己人民英雄的形象 他并没有给委内约拉的未来 安排任何的保险案 而是选择简单粗暴地 把委内约拉国家石油公司 作为自己控制国家经济最方便的工具 作为自己和委内约拉普通民众之间 最直白的链接 不过查韦斯自己 一直到2013年去世 都一直是叱咤拉美的当红人物 他亲自浇水 亲自施肥 种出来的这枚苦果 被留给了他的哀徒 他亲定的接班人 尼古拉斯·马多罗 就在查韦斯去世前后 他的死对头美国 在野炎油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使得美国原油产量大幅增减 然后沙特为了尽量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 就拉着其他欧佩克国家一起增产 于是国际油价在马多罗接班的2014年 再次暴跌 从每桶100多美元迅速就跌到了每桶30美元 然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就又崩了 在这之后的10年里 虽然每次大选的时候 马多罗总能找到一些数学的 或者是物理的方法让自己胜选 但是马多罗政府的权威 还是因为持续的经济危机 肉眼可见的一路下跌 甚至于马多罗在2024年 都发动起来了109%的委内瑞拉人 参加大选投票给自己助阵 但是仍然没能阻止委内瑞拉人 在大选结束以后 走上街头撕烂他的海报 推到他恩师的流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